這次比較不一樣 因為今年在泰南 前兩次在參加的時候都是在外縣市 剛好這次第三次在泰南 所以會比較亢奮一點 會希望能在自己家鄉打一個好成績 有比過幾次的全運會 然後第一次是在地主隊 所以相對有地主優勢 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比賽的到來 這個112年的全國運動會 這一次一共有35種運動 包括5種我們的選辦項目 一共有48個場地 分布在5個縣市 這些場地都是符合我們全國運動會 舉辦的一個標準的場地 也都是國際上可以認同的一個場地 所以我們不怕困難 我們希望多辦一些全國性 國際性的比賽 能夠爭取很多的機會 投入在我們的場館這個建設 還有人員的培訓 讓我們的人員都有這樣 承辦一個全國性賽事的一個經驗 我們泰南市當然 我們身為一個承辦的一個城市 我們對我們選手也有一些誘因 比如說我們的獎金 我們在六都裡面原來是30萬 那為了要提供給我們選手一個更好的誘因 我們提高到35萬 那這35萬就是在六都裡面是最高的 其實獎金是其次 最主要就是我們台南市 為了要對這些選手有一個好的保障 如果你代表我們台南市來 成績到好的成績 我們會特別來輔導他們 留在我們家鄉 來為我們的代表隊來做服務 我們今年的辦的活動 辦了這樣的一個比賽 我們希望我們的選手能夠更上一次 除了能夠明年在奧運 在巴黎奧運會 能夠為我們國家 為我們的家鄉來爭取榮譽以外 我們希望我們這些選手就不斷的成長 把我們台南市的基層 跟代表隊的實力然後後支 歡迎大家來到台南 2023民國112年 全國運動會就在台南喔 我想今年台南好山好水 而且好吃的東西太多 明年2024年是台南400 所以說我們很多很多的活動 同時在台南舉辦 所以歡迎大家在10月21日到26日 精彩的10月 光輝的10月 來到台南參加全國運動會 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台南也準備好了 賽車 二零二三全運會 歡迎來台南 我們都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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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提供我們更多的生活便利 在市場 我們鐵仔仔仔民台 貴賓的競爭 原本這批打風的國有地 市府跟國有財産術合作 來開範圈 有100空七室的臨時停車場 並且入力收費管理 不僅多花土地 也大大改善市場環境 獲得很相當困難 因為現在我們的健康 綠洲公園 現在人條這麼多 所以停車的所在都不夠 還有我們綠洲公園 要做一個文南理活動動心 所以停車位都不夠 所以感謝我們南市政府 開範這個 100空七室的停車場 健康路 文南理的停車場 有給我們文南理的 立民的一些優待 那是國有地過去一直放在這邊 可是我們是採在黃金地上 這是住宅區 價值不菲 可是呢 一直目前為止 還沒有開發的計畫 所以我們先來作為停車場 跟國有財産署來商量 那一方面提供給民眾 用一個便利 不管去公園的 不管是住戶的 或者是來這邊 房友洽工的 那一方面提供給我們 這個國產署有多一點的 雖然不多 但是非常謝謝 多一點的收益 有一點小小的收益 一方面又提供了這個停車位出來 又把那個機車位可以外推出去 那有五四幾個機車位 那這樣的話 不然騎機車的 或是開車的都很方便 健康日大臨時停車場 在開票完成後 對著所謂 對面健康烈酒 地下公園 以及附近主體庫的停車輸給 將有明顯的改善 人家從今天開始到十月三十一顆 將開放變火器停 十一月一顆才開始收費 將對雲南里面 將停車優惠 我們本來就有這個 入外停車場月租的禮民優惠 那這個禮事 不難禮 所以這個 這個福音公司特別 熱戰降價 這個禮民優惠 他們自己吸收一百塊 那我想我們接下來 就會開始來 做這個禮民月租的登記 那一些有需要的禮民 這個來跟我們將軍來洽選 今天新聞 郭文綺 蔡宏報達 隨著科技進步 這些民眾 都習慣用手機傳訊息 跟人溝通 雖然方便 但比較少了手下的運動 台南郵局 跟正統羅臨門信武廟 看改革作 搭著出全台第一座 愛情和十倍造型的遊堂 現在就在這個廟 來換路電給大家記憶 我們來感謝台南郵局 的支持 是讓這個愛情和十倍的遊堂 可以來做民族信武 要看這個遊堂 在T字形 他們就是愛 所以說 就是我們國父愛 可以透過這個民進去 將這個愛 傳給全世界 讓大家都知道這樣就對了 市府民進局副局長 吳明思 分家人 國家風景管理處處長 陳玉川 台南郵局局長 李英傑 以及議員創立青 也都來競爭愛情和十倍造型油堂的客人 並體驗三倍 嫁出自己的愛情和十倍 社會 如果有愛 會很核心 那家庭如果有愛 就會很幸福 都會在國小或國中 辦理相關類似的寄信 用手寫寄給父母感恩的一些活動 我想我們也是跟我們王主委一樣 對於傳統的一些文化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的延續 傳承下去 我們錄我們聖禮廟 他們的發想很多 而且整個團隊在我們王主委的代理之下 大家是一直埋頭往前 從工作也很多 需要你們各單位鼎立支持 那我們也看到你們的重視 所以非常的感謝 也希望未來在我們這麼多的計畫裡面 各單位可以繼續給我們支持 這一塊做起來 就像我們剛才前處長說的 是我們中央政府在我們地方 觀光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程碑 未來這波也一定會展現出來 架桶落你問聖母廟這次 台南雖然有廟宇推出 如何遊郷 但都是主桌用來教 如何所問 廟宏這次 已經一段時間 跟台南遊郷討論 設計 修讀結合 如何信用和愛情遊堂 搭著傳台 抵著愛情和十倍遊堂 為前來祈求廟宇的我們路團愛 台南遊郷 正同路而 正無妙 愛情和十倍 讚 既正丟宇 才訪佛 既美病院是前醫學 和醫療政策中心的主臨 當時也是心臟亨來科的醫師 廖家德標師 心臟衰竭是一種隔火法 隔大音和隔絲亡路的一半 既美病院對日空一親年 新立心臟工人 強化治療團隊 並且參與美國心臟學會 詳心的實情 認證指南隔絲 幫助既美心衰竭的團隊 將經過嚴重的地勢 和準則 用在立場生活 不停大學道來速度 心臟衰竭的病人 平均的隔絲 而且三個月來 更在隔絲的紀律 也大學道來隔絲 住院天數的部分 我們目前從原本將近十 超過十天 我們縮短到六天左右 縮短的天數將近快要五十 那麼我們在三個月的 在住院率我們從33.3% 我們目前下降到9% 那至少跟在醫學中心的一個 平均數相比 我們都明顯的好上很多 那相對的我們這個 絕對值的下降的 三個月在住院率 我們也下降了24.3% 這個比例非常不容易 因為心臟衰竭 目前有四大支柱的一個 藥物治療 那包含了就是幾個 關於就是 腎素的一個抑制劑 或者異形神經的阻斷劑 還有一個排糖藥 這樣子藥物的使用 那加強藥物的四種的 自治的藥物使用底下 目前的治療指引是建議 這類的病人 越早把藥開好 開滿 對於他們的癒後 不論是住院天數 死亡率 或者再住院率 都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所以我們也遵循這樣子 一個治療指引 我們一起來看著病人的用藥 然後如果有病人漏了 我們可能就是 整個團隊會互相提醒 讓病人可以使用 標準用藥的一個比例可以增加 有了這項治療的指引 跟平均改成的價位 其美病人當時還得到 美國心臟學會 新衰節的第一位因種 在在性格發表會中 當時也跟美國新衰學會 來遠距視訊 有了新衰節的品質認證 不但幫助醫療 教護系統的提心 也可以讓病人 跟教護的團隊合作 提心生活品質 跟治療的遵從性 台南新聞人跟 彩虹報德 國立台灣理事博物館 上世代師徒師民 比180年近新以來 抵達各界的困難 民眾摩擬都 僅割達97% 今年已經抵達美國 妙思世界中緊張 從教會之島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來去 來去重新談台灣的歷史 然後所以會很著重在 不同的人群 怎麼在這一塊土地上 然後互動啊交織啊 這一塊比較動態的 歷史的鋪陳 那在展示設計上 也會依據這樣的一個精神 做了一番調整 改天到空間超過清白 運用各個都媒體押上 參加是台灣英國上 將理事領上 跟參觀民眾的民主規格 大家不不管 精算出台灣社會的文物 不其中文物 將搭配點押上 跟民眾做導票活動 不論是聽覺 或是觸摸的展品 那你也可以實際上 就是在這個 就是聽到就是 就是 呃 幾個重大歷史時刻啦 他所留下的 就是這些人們的那個 口述的記憶 像是 呃 那個中戰那一天 就是1945年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的那一天 不同的台灣人 他是怎麼記憶這一天的 然後他所留下來的 這些這些長輩 所留下來的口述 你是可以實際上 在我們展場中 是親到這樣的一個聲音的 他是用 我們是用一個 很多感的方式 來讓觀眾去感受歷史 配合上市場 官方也推出 六部遊戏 開發AR 相關歷行器APP 伊丁中 為遊戏中學 可以收集 在這裡吃 日本部 操作的相關作型 這款遊戏 當時也提醒 沒有世界中的影響 那小相關 他會跟你們說 就是跟觀眾說 文物的故事 也會跟大家說 一些有趣的 歷史小知識 鼓勵台灣歷史 博博冠標示 本次對眾對團隊來說 有很大的鼓勵 歡迎民眾親臨現場體驗 也希望可以接觸 給各個外國UK來訪 當然是明天送來 彩虹報道 � Curry 你怎麼知道 最好 你怎麼能打來 阿 不要 我們 ECLAM slit 示範 咽 nas 雖然雖然說小時候胖不是胖 不過只有現實以下的統計 如果小時候的體擔控制不好 大陸有八成的機會是吃食肥胖的狀態 經過台南新老病院 小醫科醫師賴富品標示 雖然很多家長不因為小孩過年 才是肥胖帶來看醫生 不過一旦出現慢性病的競爭 像隔壁糖 隔壁油 脂肪乾淨 因此控制殷屍和生活形態 如果不用體肥胖過年 才是肥胖就很重要 很多以前我們以為在成年人或老年人 才會出現的一些慢性病 其實都會提前在兒童青少年 肥胖這個族群的這個部分就已經會出現 包括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病 還有脂肪肝或者是肥胖引起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 那更進一步的是根據研究統計顯示 這些肥胖族群的兒童如果沒有特別去干預 或者是管控他們的體重 其實有八成以上到了成年人 都還是持續維持在一個肥胖的體位 所以肥胖所導致的一些可能心血管風險 某些癌症 不孕症等等 都會持續的可能會出現在成年人的身上 這對身體健康還有經濟的負擔 其實也都是持續的加重 醫師表示其實肥胖是一種慢性病 雖然造型肥胖的基礎較複雜 但如果對食育的調控和生活型態的改變 還是沒辦法控制 就應該尋求醫師有物的治療 減重還是有分成程度上面的差異 那目前就是以兒童的這個部分 如果減重搭配剛才提到最基本的 飲食控制運動還有生活型態改變的狀況下 他的體重能持續上升 或者已經出現一些很明顯的貢病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符合食用藥物的條件 那目前在兒童藥物的使用部分 已經有衛生福利部的食藥署 通過的減重藥物有兩種 是用在12歲以上的青少年 所以更小的小孩當然還是要注意 還是回到生活型態飲食控管的部分 但是如果成效部長在12歲以上的兒童 其實是有藥物可以輔助使用的 雖然肥膀有減重的藥物 也就是抽出的治療 不過醫師標示 這都是輔助利益 對著里董也就是青少年 還是會考慮小朋友的行動改變 有效的減重 應該是要靠家庭的藏物和支持 另外養生規律的運動 必須不用坐太久 限制有藥物的藥物 家庭在持續對抗利董肥膀的問題 台南新聞人跟蔡芳報道 菊芽部分黨派 今天就是改變的日子 讓我們一起親手維護 壓制的未來 伊臉門禁敵電視局 仍選資能發生 將求情改變成 乾脆脆脆的重要性 來回刷十下 還不能太用力會山洞化了 啊我是很缺接觸牙是不是 我們是真的很缺那一副 這次微電影 由台南市連丹國中的學生 主導主演 台下今年台南市 去科醫生公會 做古板的節牙觀摩 微電影金牌 那比較跳脫一般小朋友 以往的節牙的微電影比賽 所以我們連大人看了 都覺得這個劇本非常的有趣 那負責編劇還有導演的老師 都是我們的衛生組長 所以他就是自導自編 然後小朋友的演出 也沒有先經過事先訓練 都是現場直接演出 直接修 然後小朋友也會覺得 參與這一次的演出 非常的有趣 當然是去科醫生公會表習 因為以前 活動都是透過刷定古板 今年已經是第四次 更好的創意也越來越多 希望接觸將水康健康觀念 向下載金 那這次呢 第四屆的比賽呢 應該是最后一屆 因為我們之後 疫情已經減緩 我們逐漸要恢復正常的生活 然後也要開始 附入正常的一個 接牙的教學 那很感謝這次 參加比賽的學校 尤其是聯團國中校 獲得不錯的佳績 要代表我們台南市 台南市的國中校 去參加那個 全國的比賽 但我們試過 求也感謝 企科醫生公會 讓學生 醫療上到海埔的方式 甚至水康健康儀態的重要性 當時 提供學生 計畫創意 和表演舞台 非常鼓勇 夠有意義 大南市面上 來 彩虹報道 恩威鐵表示 蝦頭皮是南臨北京一日 也是全國第一類 灌解涉水庫 今年 市府市首地蝦頭皮 預祝觀光景會 進行建設 搭造成的兩點 蝦頭皮 攬車BOT案 將會串連生活地區 坐在景點 是一個 特地大家探索的 觀光路地區 也希望 就由這處 鄉民間交上 讓百年的蝦頭皮水口 有再現鴻華機會 在南臺灣 很重要的一個景點 蝦頭皮 它攬車如果 能夠有人願意來投入 然後這個造商成功 一定會成為一個 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個旅遊景點 也讓我們百年 蝦頭皮水庫 又獲得更多 更多華麗轉身的機會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 那這個 公告呢 公告90天 從10月2號公告到 12月10號 希望大家一起來關注 也希望 有心 投入 觀光旅遊事業的好朋友 企業家 一起來 因為剛看起來 那個金額 是還好 是7億 但 我想 應該是值得 民間來關注 因為它的 一個旅遊資源 還有 連串連 新化果菜市場 還有 這個 山上水道博物館 還有這個 胡托比本身 還有新化老街 這是一個非常 值得 大家來思考的一個 觀光旅遊的面向 觀光旅遊說明 有負責跟社會公益的 福公山南臺別院 這回在台南 古板 國慶 暗會 也以 先 本台書 開始 洗臉的 思法 以及 有 合作 加持 和 很好的 其中美 分配有 2,800 要來 作為 暗會 操作為 其中美 也 感謝 中 何 胡公山 大安 區總主席 滿足 發生 求您為行 來台灣參加國慶晚會的貴賓 以及在地的各位長官 都能夠體現佛陀 以及新雲大師的善念 那這次上莫大言非常感謝 也期待 接下來我們一定能夠 也希望能夠 這個弘揚大師以及佛陀的善念 能夠發揚光大 能夠讓台南這個城市更加有愛 更加友善 也更加有喜 謝謝 佛光山 佛光山 迎新雲大師的一日比 以及去上米 去台 和大家結縁 也要為出席 國慶晚會 跟賓 帶來 歡喜 得很好 我們的新聞 觀集 蔡英文博的 迷你的罐豪豬寶寶 依偎在他的媽媽身旁 模樣相當可愛 這是瘦山動物園 不久前出生的新生罐豪豬 因為它看起來 就像一顆芋頭的樣子 因此原方把它取名為小芋頭 轉眼間它長大了 小芋頭的爸媽會將食物 咬進水管內 讓小芋頭食用 小芋頭也會學著爸媽的動作 享用食物 吃貨模樣 實在蒙番 小朋友就是從小就喜歡動物嘛 那看到逛豪豬的話 就覺得說 已經很久沒有來這邊 就是實際上看到這些動物了 平常只有在 電子上面才看得到這樣 牠現在跟著媽媽 還跟得蠻緊的 然後也還在吃奶 那爸爸也很會照顧牠 那等於說他們這個家庭 非常的幸福啦 就是爸爸媽媽照顧小孩子 照顧得很好 不過這隻名將 小芋頭的罐豪豬有點害羞 保育員將食物放在一旁 小芋頭的爸媽 以及其他比較大隻的罐豪豬 紛紛跑出來 大方的吃東西 但是這隻小芋頭 是巧巧的探出頭之後 咬了一塊就又轉身躲起來了 那我們就試著用 放了一些食物 但是小芋頭很聰明 牠因為生性是比較害羞 那可能也還沒有太多 接觸陌生人的那種機會 那所以牠剛剛就是出來 然後在門口把食物叼著 然後又進去洞口裡面 去洞裡面這邊吃 冠豪豬吃東西的樣子 也讓人感到十分療癒 有趣的是 冠豪豬最愛玉米 香蕉和地瓜 還會將不喜歡的紅蘿蔔 擺在一旁慢點再吃 那其實我們豪豬 牠們還是會有些挑食 其實像有些豪豬 牠們就可能對紅蘿蔔 牠比較不喜歡 牠就會擺到比較後面才吃 那其他的很像是玉米啊 然後像是蘋果等等的食物 牠們比較喜歡吃的話 牠們就優先把它吃完 因為冠豪豬身上有刺 有人或許會以為牠是刺蝟 那可就錯了 你還在冠豪豬與刺蝟傻傻分不清楚嗎 兩者之間的外形就有一些差異 像是冠豪豬與刺蝟的刺分不不太一樣 長短也不同 甚至體型的大小也都不一樣 冠豪豬的體長大約60公分 但刺蝟體型只有手長大 其實冠豪豬牠的刺是分布在 牠的後背到牠的尾巴 牠比較長 那其實像我們的刺蝟 牠其實很小隻 牠就算長到成年 牠其實就像是我們一個手長這麼大 冠豪豬白天喜歡躲在水管底下 用餐時才會出現 雖然名字裡有豬 但分類學上和老鼠比較接近 屬於孽齒木成員 因為身上有刺 保育員一開始也有些擔憂 索性建立情感之後 已經取得牠們的信賴 記者正光佩莊舒婷高雄報導 賣相 Lun Sang 佳麗 MING Lun Sang 余麗 D Y Lun Sa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